黑龙江省省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康凯一行七人 至县府拜会县长林明珍 针对草屯镇九九峰将设置侏罗纪公园一案 林县长期盼康副秘书长可以积极协助 争取恐龙化石赠送本县 一例侏罗纪公园新建完成之后 可以呈现在民众面前 并且带动地方观光产业还有经济发展 康复秘书长表示将努力促成该案 黑龙江省省委办公室副秘书长康凯一行人 至县府拜会县长林明珍 双方针对草屯镇九九峰将设置猪肉骑公园进行意见交流 林县长表示 本县首创全国第一个猪肉骑公园政策 如果能将蒸骨恐龙化石在园区内展示 正为该园区特色亮点 民众不用出国便能就近目睹恐龙化石的风采 也能够带动草屯观光发展 黑龙江省我们主要的跟它来交往 主要的就是因为黑龙江有产恐龙化石 在前几个月 他们黑龙江省的王书记 也有到我们南投县来 我们一直希望我们能够获得 大陆黑龙江省的这个恐龙化石 我们南投县现在正在要兴建 这个猪肉骑公园 如果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化石 恐龙化石 那更具有代表意义 尤其全国目前就没有猪肉骑公园 那么我们南投县所创 能够把它打炸完成 将来一定必定可以带动我们南投县的 很多的观光热潮 卡昂夫秘书长表示 先前副县长陈正森 而此参访黑龙江省博物馆恐龙化石 并争取赠送南投恐龙化石 虽然省台办同意该案 但仍需经过大陆中央同意 未来将持续积极协助争取 一到南投县感受到了南投县 各级官员对我们的热情接待 也感受到了南投县的好山好水 好风光 南投县是个好地方 我们很喜欢 这次来我们也收获很大 看到了南投县的发展和前景 这个很美好 我们黑龙江会和南投县 进一步发展合作 进一步搞搞关系 把两地的经济合作 文化合作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提高一个更好的水平 九九峰诸落记恐龙公园 用地域29公顷 县府以有偿及无偿方式取得土地 目前一货文化部同意 以1亿800万元 不用16公顷土地 其他土地将以无偿向省府申请不用 县府也将着手规划 并进行招标案 吸引国内外厂商来投资 打造县内观光鲜亮点 期盼九九峰恐龙公园完工后 可以成为草屯观光热区 带动地方进去发展